张哲瀚问龚俊为什么每天能这么快乐 我到网上看那些片子 我觉得这个人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乐 后来我就说龚俊 我现在在网上看你的东西 你怎么每天那么快乐 哈哈哈哈赚钱就很快乐 我说你真棒 工作就很快乐 工作为什么会这么快乐 工作赚钱 原来是这样的 问张哲瀚有没有想过要教龚俊唱歌 没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 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不好 我觉得他前世里觉得自己唱的挺好的 大家说你要我唱歌 那我就很认真 以最好的状态唱给你听 他不是那种乱搞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可爱 虽然 没有虽然 还不错了 听说龚俊请吃饭的张哲瀚 一天没怎么吃东西 然后听说龚俊请吃饭 我说这男的好机会必须得去 我就猛吃 吃吃吃 然后一直加肉啊 加什么的 一盘又一盘 马姐就说 真的可以吗 吃那么多 没问题没问题 结果 还没吃完 又上了一盘肉 然后我就去厕所吐了 我就去厕所吐了